今天大家在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三个作品 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位雕塑家 他曾经为五百多位名人做个雕塑 有请 吴伟山中国美术广馆馆 著名雕塑家 太艺术家了 常年下来为什么您的手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粗糙 心灵又柔软啊 手他就会柔软 我已经明确感觉到吴伟长是一个不认真回答你问题的人 您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 您在二十多岁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您思考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展现我们中国的文化呢 我们要懂得自己的宝 要设自己的宝 他的作品不仅带来心灵的震撼 更是一种文化的思考 树像要将深圳不息的文化融入历史的洪流 为树像开先天 南京大屠塞与南同胞机灵馆的主题性表述 让战争远离人类 让和平涌住人间 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力量 是文化的力量 开讲了探寻文化的力量 本期演讲者吴维山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萃取植物精华 科学气血双补 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抗口部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这期节目仍然还是我们开讲了文化力量系列的其中一集 大家看到在我的舞台的两侧摆了一些雕塑作品 大家能认出几个 这位是孔子 这位呢 马克思 所以不同的这个雕像展现出的其实是作者想要传递的 他对于这个作品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这三个作品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位雕塑家 他曾经为五百多位名人做个雕塑 而他的雕塑作品被收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当中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 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维山先生 有请 你好吴冠章 欢迎您 欢迎您 谢谢各位请坐 看到吴冠章走出来 大家第一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 太艺术家了 我听到有孩子说潇洒 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事情 说之前跟您接触的时候总想象着雕塑家 您也没事 双手肯定都是比较粗糙的 磨出了老茧 我的同事说跟您一握手 发现您的手可软和了 保养得这么好 这个是艺术的温度 艺术的温度 真会描述 但大家一定还会奇怪 那您平时比如说在做作品的时候 很多东西您得 这不是一下两下啊 所以常年下来为什么您的手 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粗糙 充满裂纹老茧 没有 这个心灵又柔软啊 手它就会柔软 我在跟吴管长接触了这么两分钟之后 我已经明确感觉到吴管长是一个 不认真回答你问题的人 一开始来之前导演就跟我说了 说吴管长口音挺重的 说你真的要注意 说吴管长开玩笑说 有时候说快了 吴管长自己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还真不是开玩笑 这个前一段时间啊 我只能为了一次发音 发得很好 他们就把录音啊打开 我说这人在讲什么 是不是我讲的 就您听自己的录音 听不懂 听不懂 今天是你的听力好 还是我的语言好 什么 但是还有一点 江湖传闻 说您还有一个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说您两个大拇指长度不一样 那这是真的 是真的吗 是你看 这个大 你看 这个小 你看 这您怎么解释 劳动创造人啊 您因为常年用右手 用这个右手去塑造 就做这个泥塑的时候 对 经常推啊 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发达了 对吧 你看 所以艺术家真的是有一些 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艺术家 在他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用心 心柔软了 可能在您的作品里 展现出的生命力也不一样 第二个是用体力 真的是用身体 相较之下 您觉得每一个作品的诞生 是让您耗费的体力 让您更觉得 这个过程的艰辛 还是让您付出的心血 就心灵更疲惫 两者几乎是各占50% 因为这个十字年薪啊 你动手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在动心 你动心的时候 就必须要通过手来表现 所以各占50% 今天这个台上的这三个作品 其实是您的原版的作品的缩小版 是吧 对的 这是创作大作品 之前的一个创意的模型稿 类似像我们写作文打草稿一样 对对对 当然 这只是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对对 至于在其他的创作过程当中 包括您是如何开始接触雕塑 走到今天 雕塑在您眼中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形式 所有这些 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掌声 有请馆长为我们开讲 谢谢 有请吴馆长 这个当了三十多年的教师啊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讲 我特别喜欢与林寝人一起交流 因为这种交流会碰出火化 特别是林寝人 他们的那种渴求知识 那种对艺术的热情 对生活的热爱 也激起我的创作热情 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一起 来进行幸运性的交流 我呢 出生于一个书相门帝 父亲是一名老师 我是1962年出生 在那个时期啊 我们的小学课本 基本上没有古顶文学 没有唐诗诵诗 我的父亲每天让我背唐诗 所以我对文化特别的钟情 特别喜欢李白多佛 1978年全国都在考理工科 许许多多的林寝人 都把理想寄托于科学 我一样是这样的 那么考大学呢 我考理工科啊 不是有才能的 尽管花了很多的力气 我每年都差一分 我考了六次大学 终于啊 在1983年 正式地被大学落实 为什么原因 我要不断地去学习 努力 我认为只有到大学里去啊 才能完成一个林寝人 文化的塑造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留下了 在90年代的初期 全国都在 从事啊 这个经济商议 我觉得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精神 没有文化 没有灵魂 它的经济的发展 也是短暂的 所以我开始啊 自己为自己 立了一个工程 那就是 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来塑像 中华历史上的技术人物 他们在重要的文化场所 与所有的观众 来对话的时候 我觉得呢 是最重要的 最美好的 一种醒灵的慰藉 因为这些人物啊 他们身上 承载的这种文化 他们精神世界 的一种高尚 以及他们人生的 一种家庭 激励着 我们今天的林寝人 我有机会 为非孝通 秦伟长 季谢宁 等等 这些大师塑像 而且 多次跟他们记错 也从他们的教坛当中 获得了 栩栩多多的人生的真谛 季谢宁先生讲 你塑像 是一个文化工程 要将 深圣不息的文化 融入历史的洪流 为树像 开先天 碉树一色这个东西啊 它实际上 就像诗歌一样 它是非常提炼的 它不是通过像 继续闻闪文一样的 来写上很多的故事情记 它应当是一模了然 但是呢 也要回味无穷 那么 一个好的雕塑啊 它 最重要的要 古武人 实际上通过这个像呢 来体现精神 也表现艺术 特别是表现 艺术的创新 在雕塑艺术当中 如果 使我的雕塑 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跟古人不同 跟西方人不同 跟当代人 也不一样 走着自己的一条路 那么后来找到了 写意雕塑的 这样的一个道路 中华这些雕塑人物 它不仅仅影响中国人 也影响外国人 巴西啊 库里提巴 使得市长 到中国来 他看到我做的孔子像 他说 他是孔子的粉丝 他认为 孔子的思想 对他的资争 理念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要求 把孔子像 立到库里提巴斯 这个库里提巴斯的市长 亲自到机场 去迎接孔子 当把箱子打开的时候 他拥抱孔子 而且他把孔子 向立的这个广场 命名为 中国广场 孔子 两千度龄以前的中华圣人 今天在南美那个地方 就被他们请过去 立在那里来讲出 中国的人与你之心 这种 这种情感 它是 冰冷的情童 有了 心灵的温度 当然了 童子和老子 在意大利也是受到 很高的尊重 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 举办的展览 他们 布展的时候 一下子认出来 那个先锋 倒过的 长絮 垂地的老子 所以他们 放下手中的工具 用人工 有五六个人 一起 把老子 抬到高高的展架上 他们说 我们是在 用对中国文化的军众 来布置展览 可见 这个雕塑艺术 它是有灵魂的 它是有温度的 它是有生命的 我还是给大家介绍 分享一个故事 法兰西学院的主席 克鲁德·阿巴基 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到中国国家 画院 他看到了一组雕像 这个雕像就是黄炳红 是中国现代史上 伟大的画家 克鲁德·阿巴基 他看到这个雕塑以后 他就把它花下来 回到法国以后 他就在一直地思考 这个雕塑当中 所包含的 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艺术的一种神味 他说艺术感 有三种作用 一种就是告诉我们 可滚步这世界的现象 第二种是告诉我们 旅行情感的追求 第三种是用灵魂 来引领我们的生活 那么当年呢 我去法国 就摆忘了 克鲁德·阿巴基先生 他见到我以后 他就拿着一本 缩写一本 他问我 他说我在中国看到一个雕塑 不知道是谁的作品 他的创作的故程 他非常想了解 我一看 就是我创作的黄炳红 当时要热秀佛台 把他拥抱 热力地拥抱 他说没想到 我以为啊 这个作者有一百岁了 大家知道啊 我们到西方去 特别是到欧洲 我们看到维拉斯 看到大卫 我们总是 带着一种摩拜的心理 去重养 古希腊 古罗马的艺术 我们也会 用写生的方法 来画下 这些我们姓仪的雕塑 但是一个西方的 特别是法兰西学院的主席 他来画我的雕塑 这对我来说啊 是一种最大的鼓舞 后来 我们在巴黎 举办了 心灵的对话的 两个人的年载 我特别感动的是 一个八十多岁的 一个西方的大使 他对一个中国的作品 那么的正式 他用心来琢磨他们 来体会他们 来感受他们 他把这些作品 特别是孔子和老子的作品 都放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他的作品都围在孔子 老子的周边 这是对中国艺术的尊重 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是对中国 贤盛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讲 我们要 懂得自己的文化 要懂得自己的宝 要设自己的宝 我们要很好地 有信心地 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文化 2012年 九月份 在尼湖国总部举办展览 潘吉文 当时是尼湖国秘书长 他到现场 看了这些雕塑之后 非常感动 他写下了四个字 上善若水 他说这些雕塑 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更是全人力的灵魂 他说 他从小在孔子 在儒家 隆隆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修盛 齐甲 自个平庭下 自尽是真理 所以到今天 我在回忆 这三十多年来 所走过的历史 特别是 以塑造中华技术人物 雕像为己任 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 我还是觉得 我走的这条路 迟到不过 今年是 马克思诞成 两百周年 举世琢磨 在两年之前 我应邀 到德国去 德国希望 在马克思的故居 那一堆 马克思像 到了那边以后 我听他们 讲 希望我做一个 儿童时期的 马克思 有母亲参照 当时我一听 我觉得 这不是我所想要塑造的 因为 马克思 他是思想家 是哲学家 他的长相 应当跟他的身份 要相符 我们所说的 马克思 是长头发 长夫婿的 马克思 充满了智慧 是在我们心中 已经定格了的 一个马克思 所以我就跟他们 提出来 希望要做这个 我们所说是的 思想家 哲学家的 马克思 后来 他们觉得呢 这个雕像 做两米 就立在 那个三角地上 后来我 在三角地 看来看去 我觉得 这一个地方 太小 因为马克思 他的情景 是非常的开阔 他的背景 是非常的深厚 他的 脚踏的大地 是非常的坚实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做一个 体量上面 更加高大的 马克思 雕像 后来 选择了 特尼亚 这个古鲁玛时期的 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呢 比较开阔 让马克思 立在那里 尺度 在五米五 因为 这个尺寸 跟马克思 诞生的时间 5月5号 正好吻合 这样的一个建议 也获得了 德国方面的 赞同 他们通过 议会 表决 同意 我的方案 在这个创作 过程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戏机 也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雕塑 我是在史内做的 但是工作室 毕竟小 因为雕塑 它要放到 史外空间去的时候 是要从很远的地方看 走到一定的距离看 再走到更近看 它是从远世到平世 到仰世 这样一个过程 这审率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德国方面 已经把稿子 都已经审定 认为非常好 雕塑也已经 用到了三西 去祖同 但是我 突然认为 这个雕塑 应该再拿回来 应该放到 一个广场上去 来观察 来进行调整 修改 那正好是 一由分啊 北京的寒冬啊 寒凤吃过 我在吃过的寒凤当中 从早工作到下午 持续了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来创作 做好的时候 熟度冻僵了 但是心是温暖的 我觉得 一个艺术家 他在一件作品当中 如果多划一个小时 多划一天 多划一个月 有的多划一年时间 塑造出来的作品 也许在历史上 就会多留下 十年一百年 一千年 我创作的马克思的 雕像的原型 到达德国的时候 他们一直表示 这就是 他们心中的马克思 胜传大义 卖着精定 从容的步伐 莫光神醉 炯炯有神 向左前方 他手中夹着一本厚厚的书 这一本书 是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百科全书 当然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讲中国故事 不仅仅是讲这些 这个美妙的故事 我们也要把我们 民主 在历史当中的灾难 我们的歌词 要讲给世界听 请华日卷 南京大屠塞 于南同胞机领馆的 所有的主题性调书 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后来的 全部过程当中 他都给了我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是一种悲愤的 一种激情 我觉得 历史 我们要记住 而不是要记住仇恨 我创作的一组 逃难的难免 其中 有一组是以 幸存在常志强的悲惨遭遇 为原型创作的一组雕塑 提摩叫《最后一跌来》 常志强当时还小 他的母亲在逃难的过程当中 比日本人的刺刀 痛得心血折瘤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他还抱起了他的小孩子 在未来 最后来水 血水 把母亲和婴儿 永远动灵在一起 并成一块 融不融化的冰 这一组雕塑 不仅感动了 所有的中国人 也感动了 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参观者 可见人力向往和平 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 今天发展了的中国 有这样的一种自信 来激开自己的创办 让世界警醒 让战争远离人力 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力量 是文化的力量 更是争议和平的力量 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的使命就是要创作 要把自己心中的情感 通过艺术的表现 让它展示出来 这是我个人 这些年的追求 我当中国美术馆馆长之后 我觉得 作为国家美术的最高殿堂 跨越美的最好的平台 更应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来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发出众华的声音 在去年11月份 举办了一个美在性时代的展览 把所有的产品当中的大势代表作 进行了一个展示 在数九寒洞啊 队伍排将近两公里 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也都参加了 今年我们把中国美术馆馆所藏的六十一个国家 增进五百斤 产品当中啊 挑选了 两百二十四件作品 进行了一个展览 在银热地盛下 六一地 队伍已然 排到美术馆的后劫 这说明人民对美的需求 这说明了文化的力量 我希望大家常常到我们中国美术馆来 来跟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进行对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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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